每天早上一起床开门 小狗狗就跑过来黏着我 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昨天晚上洗的衣服 现在拿去晾了 感觉来到这里 每天又洗的衣服好多呀 可能是因为 我去种地 比较容易弄脏衣服 然后小宝的话 他也会去玩泥巴 所以脏衣服就比较多一点 就算是这样 我也从来没有后悔过 搬来这里住 昨天没有菜给小兔子吃了 就搞了一根胡萝卜给他 今天赶紧的去看一下 他们嘎了没有 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精神呀 一直守在这个门口 这里等着吃呢 红小宝睡着了之后 赶紧的去山上 炸一点野菜给他们吃 这个菜我认识 这个是野的豌豆煎 豆豆都能吃 这个叶子应该也可以的吧 这次不能随便的乱摘了 等一下给弄霉在我手上的话 没有办法向小西瓜交代呀 在路边还有挺多的这种菜 多摘一点 就是我袋子拿小了 还有另外一种的话是 车前炒也是可以吃的 也摘一点回去 看他们吃不吃 回来了 把这两种野菜给放到里面去 两只小白兔好像比较喜欢吃 这个豌豆煎一点 连小杆杆都给他吃没了 之前炸的这些菜也不敢给他们吃了 放在这里那么久 都有点烂黄了 拿到土里面去埋上 看了一下这个草莓 长得还挺好的 给他们浇浇水 希望到时候可以有吃不完的草莓 半天不见狗狗 他在这里睡觉呢 之前他本来是在那个地方睡的 后面小宝老是去炒他 他又把它换到这边来了 见到我来了 赶紧的跑过来找我 他的水打翻了 给他重新的接一碗 现在小西瓜还没有放学 先把这些菜给洗了 准备好 等一下他回来的话 煮得就很快了 一个不注意小宝就跑到这个推车上面来玩了 里面还有水 真的是气死我了 都不想给他换衣服的 但是又怕他感冒 之前一直找不到的毛巾 居然堆在衣服里面 我还以为被风吹走了呢 先来给小宝洗个小脚丫 才不会把衣服裤子弄脏去 这只狗狗啊 他喜欢叼袜子啊 鞋子啊 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到外面去 现在他又把小宝赶换下来的裤子给叼走了 小宝看到了很着急 赶紧去追回来 还发现了他捷的一只鞋子呢 这个烧水桶也差不多满了 把它搭到那个大桶里面去盖好 去捷小西瓜放学回来了 就开始来做菜了 先来煮个汤 煮好了再炒菜 汤菜的话 它就凉得比较慢嘛 等一下吃饭的时候还是温热的 买了一个扶手瓜 还有萝卜这些全部给他放进去 还泡了一点豆腐皮 就这样子一锅煮了 再来炒一个黄门茄子 这个菜他们也不爱吃 所以我就放辣椒了 糖菜蘸着辣椒好好吃呀 炒的茄子吃着有点牛逸了 就吃一口煮的糖菜真的太搭配了 小狗狗那么久了都还没有好好给他做一个锅呢 今天去找一件衣服来给他 没有想到在这里放出一个虫子 真的是吓我一大跳 我最怕这些小虫子了 好久好久才回过生来 找了一件 我这件衣服穿了好多好多年了 都毛衣了也变形了 拿去给狗做窝去 还有这件衣服是怀小宝的时候买的 本来说要拿去给狗做窝的 感觉有点舍不得 最后就只拿了几件毛衣 这一个盒子是之前装小兔子的 现在把它另一边给剪了 抓了几次小狗放到他的窝上面去 他好像不怎么习惯呀 这个小宝呀 一会不见又去给我传货了 他姐姐来给我告账 说他踩到水桶里面去了 我真的是对他无疑了 这个是中午他弄湿的鞋子 我拿来这里泡着还没来得及洗呢